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长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回到了岳阳老家 而且回到老家以后的他整个人他就像着了魔 他完全变了个样 整天待在家里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有时候他还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语 一个人傻笑 您说这奇怪吧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小伙子身上出现的怪异现象 让整个村子的人都惊恐不已 为什么呢 他们说呀 这是因为那个缠绕了村子几十年的恐怖噩梦 他又开始 什么噩梦呢 咱们不妨到这小伙子的老家瞧瞧去 眼前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湖南岳阳百祥镇敖家村 也就是那位奇怪小伙子老家 不过呢 这村子呢 看起来宁静祥和 跟大多数的农村呢 他没什么区别 那会有什么恐怖噩梦呢 记者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当地的村长 他先带我们找到了那位奇怪的小伙子 您瞧 这是这个 他叫 欧志勇 以前在哪里读书呢 以前在南京 南京 读什么专业 读电子信息工程 读了几年 读了四年 四年 嗯 后来毕业以后去哪里工作了呢 我们毕业以后在长沙工作 长沙在哪里做什么呢 在那个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那边 在那边做了上了多少时间吧 上了两个多月吧 后来为什么没上啊 可能就是刚刚毕业嘛 在家里待的时间也很短 在家里待了一两天就过去工作 感觉有点不适应 欧志勇的意思表达的呢很清楚 他这次回到老家呀 主要是因为自己刚毕业 对工作环境呢还没有适应过来 所以呢想回家呢先调解一下 哎呦这不对呀 报道里面不是说这欧志勇 他自言自语神志不清吗 那咱们记者采访的整个对话 你也听到了很显然他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跟咱们常人他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呀 难道这网上的报道他是有人故意在炒作 诱惑者只是一个传额 那正当记者疑惑的时候呢 欧志勇的母亲他就站了出来 说你们看到的呀 那都是假象 嗯她肥了一个年就飞便 刺客样子 他除了这个发呆还有一些其它 compartment的什么 反应没有呢 鼻子 calf作 皮子不作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儿子毕业了 工作了 反而叛逆了 而且呢还是极端的叛逆 据赵三香说呀 说儿子刚开始辞职回到家里 他也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 可这时间长了 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首先这儿子呀 经常会坐在院子里面呆若木鸡 即便旁边有人在说话 他也是一个人呆呆的坐在那 没有一丁点反应 那除了发呆 其余的时间呢 熬志勇啊 就把自己呢关在房间里 可据赵三香的偷偷观察啊 熬志勇哪怕是一个人在房间里 那也是魂不守舍 您说儿子这样 当妈妈的他能不急吗 赵三香呢 他也多次想跟儿子沟通 想弄明白这儿子这车怎么了 可只要他受家亲近换来的呢 都是儿子的恶语相像 扬言要打死自己的妈妈 哎呦要这么做 那确实还挺严重的呀 这上了几天班 那怎么就跟脱胎换骨似的 他变了个样呢 咱们先听点熬志勇 自己怎么说 我缺少父母爱跟母爱吧 在家里 为什么你父母亲对你蛮好呢 不是是好 但是他们都 我说他们是井底之蛙 他们都不相信我 我说我接受过高等教育 我是成教本科毕业的 就是实险上面有代告 就是这个也很正常的 我跟他们说过很多 但是他们都听不进去 你跟他们说过些什么 比如说 我说他们是井底之蛙呀 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 为什么他们是井底之蛙呢 我觉得他们一出去啊 就会很难生成 欧正勇认为啊 自己缺少关爱 虽然每天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但为了跟他们彻底划清界限 他还直接在自己的房门上 贴出了未经允许 不允许动房间东西的纸条 这个门上面这个纸条是你写的 是我这里的 为什么要贴个针呢 因为我不想要我妈 动我房间的东西 其他地方他都可以动 就是不允许他动我的房间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动的太多了 所以我就跟你对他有点意见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家人怎么都想不明白 儿子这是受什么刺激了 那眼看熬志勇的这个症状 他越来越严重 母亲赵三香 那实在是没办法了 强行把儿子呢 拽到了医院 让这医生呢给看看 说这是出了啥毛病 万万没想到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呢 那是吓了一大跳 我现在是在乌人家 在乌人家 在乌人家 一万人见到 我十分的正在公佛一万 见到一间是个黑怪 他在乌人家 他就在乌人家 他在乌人家 他都在乌人家 他就没消息了 他现在边路当时 他跟他在乌人家 他妈妈跟着 金雄妈妈跟着 还我要当我 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 他要离家我走 第一只要有个事 金雄要离家我走 我就跟他管了 精神分裂 乖乖 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 那好好的 那怎么突然就得了这种病了 赵台湘夫妇还没想明白 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了整个敖家村了 这下可不得了 整个村子都炸锅了 有人说完了完了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 那到底什么又开始了呢 再看看下面这几位 您就明白了 偏僻山村不断出现离奇的村民变风事件 门窗破损 房屋荒废 小山村何以沦为人们弹枝色变的进取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民紧密 在离敖志勇家不远的地方 有一户人家 家里的女儿叫敖娟 据村之书说 她和敖志勇的情况很相似 但从症状上看 似乎更为严重 她停车住哪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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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回头一间的 压力要拎手的 晚上要拎手的 晚上要拎手的 晚上要拎手 能拎手的 怕她出去 现在人呢 在家吗 没事跟你聊一下 眼前这位表情梦娜的 这个女孩呢 她就是敖娟 纪念的23岁 看得出来 对于咱们记者的到来呢 她完全不关心 似乎呢 也不明白 咱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是叫敖娟是吧 你以前在哪里读书 还记得吗 显然记者的沟通呢 完全是无效的 不管你问她什么 她都是一副 爱达不理的样子 那只是偶尔的 会用眼睛瞟上去 似乎呢 很警惕 那么为了引诱她 开口说话呢 咱们记者呢 请她的家人呢 就找来了一本 她以前的相册 看看这些旧影像 是不是能够唤起 她说话的欲望 这是你什么 刷的照片 这是你什么 刷的照片 这是你什么 刷的照片 你记得吗 还记得起来吗 好 好 这个是你学现在 那个毕业上 还记得起来吧 照片上的敖娟呢 看起来活泼开朗 我眼前这个 有点痴痴呆呆的她呀 那可以说是 判若良人 那她这是怎么了呢 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情 让她变成了 今天这副模样呢 看得出来 这敖娟的这情况呢 确实比奥志勇她要严重的多 那已经丧失了 与人交流的能力 但她的情况呢 确实和奥志勇呢 很相似 她也是在城里读的大学 毕业不久呢 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谁知道 刚上了三个月的班 单位呢 就倒闭了 她就先回到了老家 由于后来呢 一直她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那奥娟呢 干脆她就待在家里了 从那以后呢 她就很少出门 那久而久之呢 父亲就感觉不对劲了 当开始的父亲也以为 说女儿只是一时烦闷 加上身体虚弱 导致的短暂现象 心想啊 就哄着她 让她多休息休息 那就会好起来 可一切呢 并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发展 敖娟的状态呢 是越来越差 敖胜如呢 这才慌了神 赶紧带着女儿呢 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那身体没毛病 这奥胜如她就想了 说是不是得排查一下 这儿吧 说可能出了问题呢 马上我就说 我不是说 我儿子得到一个精神 后来我就洗衣机了 就把她生了 生了一个功夫遗忘 生了功夫遗忘的 生了精功夫遗忘的 功夫遗忘的 震荡过来 就说精神分裂 欧娟呐 欧娟 笑容 能听懂我说话吗 今天好大姐姐姐 得 又是精神分裂 可这无缘无故的女儿 她怎么就得上 这么个病了呢 当时呢 这奥胜如啊 她怎么都没法相信 她觉得这病来的 那实在是奇怪 那有人就跟她说了 说肯定是家里风水不好导致的 哎 无计可事的 我说肯定是家里风水不好导致的 赶紧从邻村呢 就请来了法师作坊 并且呢 按照这法师的要求 花了六百多块钱呢 在家里大门口的这马路边上 就砌上了一堵墙 希望能够化解自家的杀气 他说我这个大门呢 他说我这个大门呢 大门这个 这一条路 那个地的那一边的大路的 他说那个地的那房间里面的杀气比较重 他说要就这个地一躺住 把那个杀气躺住 可这新气的墙啊 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接着呢 这敖胜如他又得到一位高人的指点 找了个月圆之夜 独自一人 悄悄地去到村子后头的竹林里 他挖了个土坑 把高人画给他的符咒呢 埋在里面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您听听啊 那个说那个水晶呢 在那个下面呢 主管呀 把这个枢啊 这个枢枢 那个那个里面 蜂蜜啊 蜂蜜的 把那个枢子倒倒地 打到那个下面去了 这杀气也去了 水晶也除了 折腾来折腾去 钱花了不少 女儿的病好了没呢 没有 这下呢 敖胜如他算是彻底灰了心了 那还是老老实实地上医院看病吧 你刚才就是可以做饭就搞得了 哦 就是把这个门锁 进来水晶呢 有个饭的水晶呢 就在这个餐厅 这个客厅里面 啊 在那个时候 我不是为他有满 在地位地呢 一直地 把它给 给到我里面 让他翻天室 黄瓜 黄瓜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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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这事稀罕吗 同一个村庄 甚至是前后相距不到一百米的两户人家 原本正常的两个年轻人 先后得了精神分裂症 据村支书说呀 说这敖志勇和这敖娟的情况呢 在这个村子里面并不是特例 有人统计 从两千年开始 这个总人数呢 不到八百人的小村庄啊 他先后 已经出现了十四个精神病患者 发病率啊 那是百分之一点七五 比世界平均水平呢 他要高出五十多位呢 因为这样呢 这敖家村呢 还被称为疯人 那么这小小的村庄 他怎么会成了精神病患者 扎堆的地方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呢 咱们记者就决定啊 立刻展开调查 那要做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找到那些最早一批 得上精神病的人 他摸索一下他们的共同特征 所幸呢 这些人呢 由于治疗的时间比较长 目前的状况呢 都已经趋于稳定 咱先看这位啊 今年四十九岁的敖秋和 现在呢 和自己年迈的老父亲 生活在一起 据他自己说呀 早在一九八零年 他就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一直到现在呀 每天那还得吃药 做生家一惊 万生就是一惊或一惊 晚上就吃这个和这个 一个粉碳家 一个雅力温克 早上就吃这个 做生这个家一个有 这个每天 现在就必须天天要吃还是 天天吃 不 不自己不行 不自己闻得点 人有一个人都不闻 这个药啊 敖秋和呢 一吃那就是三十年 那三十年前 他发生了什么呢 哎 就跟现在的敖志永和 这些敖娟一样 什么都没发生 他说呀 那时候呢 他还在上学 有一天呢 他没有任何征兆 他就开始失眠了 慢慢的呀 他的脾气呢 是越来越长 动不动他就会发怒 这火起来啊 拦都拦不住 这些年呢 那疾病呢 不但折磨着 敖秋和的身心 也让这个原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呢 变得一瓶如洗 现在的他呀 依靠每天的定时服药 他还勉强可以干一些家务活 可只要一段药 他的病情呢 就面临着恶化的危险 除了敖秋和以外呢 咱们记者呢 还一一走访了 其他有相似症状的这个村民 结果呢 发现 这些得精神病的村民呢 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毫无征兆 突然发病 而且呢 没有一个彻底治愈的 人家村长说了 说正是因为这两个特征 让敖家村的疯病 他会传染的说法 不幸而走 一直到现在呀 还有不少人 对这些得了精神病的村民 是幸而远之啊 甚至连邻村的村民 都不敢随便去敖家村 生怕自己不小心 就给传染上 虽然村里精神病患者 不断增多 而且那大部分人呢 或多或少的 还存在着一定的攻击性 那村里很多房屋的门窗啊 那都被破坏 更让人担心的是 村民们日常出行的安全 也没法保障 您说说啊 这病来的没理由 迟迟他没法治愈 得病的人呢 还与日俱增 这能不让人恐慌吗 除了有人说 这是传染病以外 那其他的传言 那也四下风起啊 最后呢 竟然有人说 说这是因为 敖家村的人呢 把村里最古老的树给砍了 得罪了树神 这是树神 报复来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这个原本平静祥和的小山村 一夕之间就变成了人见人怕的疯人村呢 为了更快的弄清楚这风人村背后的真相 咱们记者呢 重新梳理了一下敖家村精神病患者的情况 来这稍微一梳理呢 竟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您瞧瞧啊 这14个患者中竟然有11个人都姓陶 咱们都知道 这临床遗传学啊 他早就表明了和精神病病人的这个血缘关系越近 患病的几率呢 他就越高 那如果父母一方他有精神分裂症 那么子女的发病率呢 大概在15%左右 而如果父母双方他都是精神分裂症 那子女发病的几率呢将高达40% 他既然都姓陶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陶姓家族的存在着某种遗传病史 从而他就导致了陶家村这样怪异现象的出现呢 听起来是挺合理的啊 可这个想法刚提出来 立马就遭到了村长的反驳 这就是这个预遗传 我这种觉得我们这个 我们前的这个几代人呢 可以说没有没有这个病 以前前几代都没有发现这个病 我的想法就不是很大 因为前前几代人都没有这个病史 不是遗传 那会是什么呢 那正当记者陷入迷惑的时候 忽然就想起了前段时间湖南常德的一个新闻 说是在湖南常德石门县赫山村 这地方的从1956年开始建矿 用土法人工烧制雄黄炼制砒霜 那一直到2011年企业关闭 这个砒灰啊是漫天飞扬 这矿渣呢 他也直接就流到了河里 这导致呢 村里水寒深量超标千倍以上 700多人的小村子 有近一半的人呢 都是身中毒患者 最终呢 因为身中毒致癌死亡的 已经有157个人 这新闻呢 让记者警惕了起来啊 那会不会是村子里面的水出了问题 导致大伙他有点神志不清呢 这个原因呢 人家村长呢 他也想到了 他说没这个可能 这个水 因为水啊 原来搞不清楚这个 吃人画面的水 听起来是这个水吃的画面 好像也说这个好像没大的问题 他说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一直搞不清楚 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难道真有树神不成 他暂时来说 我们做一个密信 搞得新嘛 也行 密信搞得新 暂时来说 我们做的新密信 还是没办法 密信呢 咱们那肯定是不能信的 那既然束手无策 那怎么办呢 找专家呀 这位仕途和敖军交流的人呢 名叫黄辣心 他是记者啊 从岳阳市请来的心理咨询师 当他得知敖家村出现这样的怪异现象之后呢 内心他也感到无比的惊喜 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之后呢 对于包括敖军在内的 当地精神病人频出的现象 黄辣心呢 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九十年十号 所以他的父母亲在广东打工 是在清坤的这个感染呢 就开始了一种情根的交流 所以在这个迷茫的时候 没有一种家庭都亲亲 亲亲的交流 所以造成在清坤的这个感染呢 他的情根是淡缠的 所以这我觉得这跟他的很大的 跟他的家庭的这个清坤的交流 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发现这些患病的年轻人 在年少的时候 家庭亲情他出现断层的情况以外 黄辣心呢 他还发现 现在得病的敖娟也好 敖之友也好 还有年轻时候 得病的这个敖秋和等等 他们曾经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从小性格就比较内向 不善于人交谈 无论是在学校读书 还是工作以后 普遍呢都缺少朋友 也很少主动的去跟人沟通 刚才呢 咱们说了这精神分裂症 它具有遗传的特质 但其实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质 那就是多发病于青壮年 其中呢 以15到35岁为发病的年龄高峰 咱们来看 敖家村出现的这些精神病患者 他们的发病期啊 大部分都集中在19岁到30岁之间 那么在心理咨询师黄老兴看来啊 他们这样的年龄段呢 由于心理还不够成熟 那么在各种压力下 内向的人往往容易出现 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化 这个呢 咱们多少能理解 青少年时期呢 确实是心理疾病 频发的阶段 您比如说 网瘾少年等 大部分他都是在青春叛逆期 家长他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做出正确的引导造成的 可如果说这个能够造成精神分裂症 那恐怕就让人难以理解 这个岳阳市康复医院精神科的 严玉鹏医师 他就说了 说病因呢 其实不能一概而论 这一点呢 其实专家黄老兴他也认同 他认为啊 这个原因呢 不明 就是敖家村村民们 恐慌情绪的症结所在 以后觉得 他们家精神病出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 我这个亏损 十二十六例 十五例 甚至十六例 十七例 是不是在我的身上发生呢 都在产生这种心理恐慌 所以这个是不够避免的 在这个村子里面蔓延 尽管这精神分裂的发病原因 至今呢 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并不是一种可怕的恶性疾病 它也不会传染 对于精神分裂患者来说 越早发现 越早治疗 这得到的效果呢 它也就更好 敖家村的悲剧呢 就在于医疗常识的缺乏 导致了部分村民 在治疗上的延误 它还产生了不必要的恐慌 往后呢 咱们遇到这种奇怪的现象啊 首先要想到科学分析冷静面对 它才能少走弯路 你说是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经典传奇 下期再见 by bwd6